今天我跟大家讲的就是一个 苹果的AirPods 这个我应该是2017年6月拿到的 当他苹果 发表这一个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东西要卖140美金 差不多2000多人民币 那么一个耳机是音质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然后6月份拿到今天是 12月份就是2017年12月份 这一期就是告诉大家这6个月 我对这个苹果无线耳机AirPods的使用心得 然后一句话 概括 这个是2017年我最满意的苹果的产品 第一个没有之一 甚至比X还要更满意 可能也讲 为什么要买那么贵的手机 但是当你真正使用它的时候 它的方便性 就当你打开 我很喜欢这个就是你不用进去在 设置 或者在关上就马上拿出来 就它的智能化是我用过的 真正的智能产品 唯一 先讲缺点有几个缺点 不满意的 就是 当你使用它的时候 它的清理很麻烦 它清理很麻烦 因为当你塞到耳朵的时候 它这边有时会有污垢 或者我们就说的耳屎 然后当你在放进去的时候 有时耳屎会掉到里面 就是掉到 这个里面去 所以有时候清理 你就不需要用棉花棒进去里面去清理 然后 这个是一点我不喜欢的 第二点就是它 拿出来跟放进去真的是太 放进去还好 就是拿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磁铁性 所以每次拿出来的时候你都要 不是很舒服的这样拿出来 但是除了这两点 以外还有 第三点 就是它的 怎么讲 就是它的 延时性 就比如说当你打开的时候 它需要一些时间去配对 就当你打开它的时候 它需要一些时间去配对 就是不是马上 可能大概一秒钟左右 但是已经是现在 配对 或者跟 iPhone 或者 iPad 或者是 苹果的笔记本电脑 甚至是更加更多的东西 配对最好的 产品 没有之一 就基本上当你打开 你戴上的时候 就是刚才讲的就是那三个主要缺点 那是其他都很满意 但你戴上的时候它就很自然的 可以去配对 就基本上 你不用再去里面设置里面去做任何的东西 因为这种的就是智能的产品 所以很多时候我不太喜欢 如果你们有用蓝牙耳机 或者之前有用蓝牙的时候 你每次进到蓝牙 我不知道你有多少多少次成功 但是你每次如果要进到蓝牙才能够连接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很 不人性化 使用起来真的是 就好像你开车门 你每次你的锁石你要爬到房顶上 去拿下锁石才能开车门 所以这个就是我很不喜欢的 所以但是 当我使用了这一个智能的配对的功能的时候 它的配对是我现在用过最好的配对 就无论是在iPhone还是 Premiere上面 但是 注意 有一点就是当我由苹果的笔记本电脑 转换成iPhone的时候 你只要 把那个蓝牙关掉 然后这边 点你的Apple就可以一次性就可以转换过来 所以真的是很方便 特别是我剪接 PR的时候 当你用PR的时候有一点 就是其实不是Apple的问题 是PR的问题 就是PR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声音的输出 然后你每次 我用笔记本电脑 用MacBook 用MacBook的 输出 转换成Apple的时候 我都要去 Premiere里面去设置 因为Premiere就不能够自动的切换 因为 Apple的笔记本电脑 它本身是可以自动切换的 而且当我看 当我看MacBook的时候 我有接个外置的喇叭 很多时候当有人进来 或者是有事情发生 我就要 把喇叭 一般以前的做法是 把喇叭 关小声 或者把喇叭的声音关掉 再戴上耳机 所以这是两个步骤 但是有这个时候 这个真的是让我很吃惊很智能 就当有人进来的时候 我不用 喇叭可以继续开着 我只要拿出这个 戴上一边 也可以戴上两边 就把它一戴上去 我的MacBook的声音 在看视频的声音 自动有喇叭的声音 切换在这里的声音 这个是根本就是一个步骤 就是你只是把它戴上 喇叭就没有声音 这个就有声音 然后更智能的是 当你栽下的时候 然后 声音又由AirPods 切换去 我笔记本的喇叭 所以这个真的是 很让我 用起来很爽的一个功能 然后 缺点就是 它可能会延迟一秒 半秒钟 一秒到半秒钟左右 但是 所以就是这个功能 当你 用苹果的 产品的时候 它的软件跟硬件的结合 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当你真正去使用的时候 当我在飞机上 用它做剪接的时候 你不用再拉条线 去Mapbook那边去使用 所以你说 如果100多美金 去买一个 这个东西 如果你只是为了音质 而讲的话 这个音质并不是最好 但是如果你是方便性跟携带性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我 我个人那么久用过苹果 最好的产品 最好的产品 就是最 为 使用的人 贴心的一个产品的设计 虽然很贵 我带过他跑步 我带过他跑步跑过两次大概五公里左右 从来没有掉下 不是很快跑 就慢跑 然后走路从来没有掉下来的疑惑 我使用的几率 差不多两天会使用一次 然后听东西 我不是经常听音乐的人 但是简介的时候 他对我讲就是很 很方便 很小 然后他 真的很小 他的携带性基本上一个手掌 我电池吃惊的好 就是说基本上我一个星期充电一次 然后包括他的 印象 六个月 只有一次试过没有电 其他时候 我放在里面 然后他自己会喜欢充电 当有机会的时候 我就可以检查电量 然后再插上lightning的cable去充电 然后 我蛮期待苹果的那个无线充电 片 我不知道会不会很贵 如果很贵的话我还考虑 但是如果那个 不太贵的话 接受范围你会发现 就成为手表 然后耳机 手机 三个充电的一个放上去就可以 晚上充电那个东西 然后晚上就可以 所以你发现 当你使用这些 产品的时候你会发现 帮助你的生活有一些智能的变化 所以你只是追求一个的话 你可能有很多的选择 但是在整体的一个智能体验来讲的话 我发现苹果的整体性还是比其他产品整体使用心得 感受会更多 因为最近我一直在用Apple Watch给 就是Apple Pay 去买东西 我觉得 有 吃点 吃点我在做了 我才用了几个星期 吃点我在 录制一个视频 但是视频 主要讲 主要分享的就是我这六个月对这个的使用心得 你会发现它基本上都还没有什么挂花 有一点点但是刮痕不是太严重 但如果你要保护它你可以买个套 我不太喜欢我觉得这个已经很不错 但是大概两三个月我要清理一次要把我的污垢 然后等等的东西 但是基本上你说它会掉下来 很结实的 基本上还很结实 基本上还很结实 整个做工来讲 很整体 这个整体性比较比较强 所以当使用这个时候 无论是手机 打电话 然后 甚至打电话 它打电话不单单支持 苹果本身的电话 它甚至支持Skype 就是Skype 第三方像WhatsApp 第三方的那种通话记录 所以这个真的是让我 蛮吃惊的 蛮不错的一个产品 所以如果 它的下一代出来我会不会买 我暂时发现这个产品 的确苹果做的还是 不错 贵是贵了点 但是真正 你想体验那个一体性 听歌有手机 手机 电话 听歌 笔记本电脑 等等一体性的话 这个我还是 蛮喜欢的 我个人是蛮喜欢 你们是否需要 或者你需要的是音质 你需要的是各方面 因为它真的解决了我很多 进去要配对的问题 我 最讨厌就是 花时间 再去配对 然后 关上的时候 它自己就可以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我这六个月的一个 一些的实用性的 关于App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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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之前看的我发的视频 那个视频就是在六月份我拍的视频 在我这些 博客还没有发生之前 其实那个是我第一个拍的视频 所以 六个月过后 我就录制了 那个 我等了六个星期才收到 六个月过后 我就录制了 这一个 的体验 心得 就是这个视频 好 下次有趣的再见 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